簡單的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就做一頁就好了 這個版型如何快速的產生 這個版型因為 Android App開發裡面 它的排版是用XML 它不是HTML 所以排版非常麻煩 我講過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說 你可以用Linear Layout 有縱向有橫向 我其實最喜歡用這個 為什麼因為 最方便 反正不外乎是中間不外乎橫向 如果說中間你要有一個空白 空白 沒關係 像這個中間如果你覺得 BMI結果下面還有很多空間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就再丟一個Linear Layout 反正有點像填充在那邊 反正將來是看不到就好了 它不就間距可以加大嗎 你不要說一直在那邊調 高度寬度 不用啦 你就塞一個 空白的Linear Layout就OK了 再來的話 就給它名稱 有沒有 你會用到的 比如說將來我們會計算 會需要去 用到的像哪一些呢 像身高 有沒有像體重 像計算 像結果 那男女暫時還用不到 所以我們有四個東西 要怎麼樣 宣告 為 這個 宣告為 宣告物件 然後讓它暫時存放東西 因為 它這個東西是 放在什麼呢 放在這個元件裡面的值 我必須把它抓過來 那怎麼樣抓過來 其實我們前面練習 就是宣告物件 然後把它連結 連結之後就可以把資料 GET過來 GET裡面的值 其實這個流程還蠻 奇妙的 我前面上個禮拜特別強調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也是在模仿 就是Android的 這個開發 它是模仿 Java Java裡面有那個 所謂AWT 其實也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發現它好像有點 直接拿來 有點 但講難聽一點好像感覺是山寨 但我不能這樣講 這個 這個只是 就是 你們了解一下就好了 然後呢 取得之後的話 那中間我們 會有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按按鈕的事件 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把取得的資料 做個運算 輸出 輸入是身高體重 輸出是 BMI結果的那個TestView 所以不外乎這些元件嘛 所以以後你不管做來做去啦 以後你要跟使用者互動的話 你就是要讓它填一點東西 做一些什麼樣的調整 然後最後的話 它按下某個按鈕 按按鈕 也許是任何的事件 搖一下也可以啦 然後呢 它就會把 結果顯示出來 不外乎就是在簡單的控制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未來 如果你懂得 跟那個物聯網 像現在很多那個 App跟 硬體做 連結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 Interview 就是 一個 一個View 然後你這個View的話 可以去跟一些 硬體 設備做連結啦 然後我想這些東西的話是延伸性學習 像 那個Adjuno不是就有那種類似的 你也可以怎麼樣去控制 然後呢 透過一些介面去連結 去控制一些硬體嘛 最近好像我看那個 Intel 也有出 那個叫做愛迪生嘛 愛迪生也很厲害 我發現好像 真的感覺 那個成熟度更高的感覺 因為 畢竟Intel是一家 最大的那個 半導體公司 所以 如果他 他能夠 拿出來的東西 我想應該不是 應該是 不會太差啦 所以這個 恐怕 將來App 可以跟那個 做連結的話 將來可以 做很多的 相關的硬體控制 就不是太多的問題 不過這個東西因為 這個出來 時間不是很長 那或許 可以再研究看看 將來這方面 課程應該我覺得 應該也是一個趨勢 所以 也許將來會有 這種類似的課程 會出現才對 OK 那不過都延伸性的 兩邊是相通的 你不能說你只有 學 學這邊不學那邊 那邊可能將來要學 那你可以 做很多的用途 好那做完之後 這個界面就完成 完成之後就連結 然後最後的話 寫個事件 這個程式就完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大概做哪些 大家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開啟一個專案 然後Layout 裡面的話 我把它放在這邊 裡面我做哪些事情 裡面就是 放那些元件上去 我想這個 重新命名的部分 我想自己再 再把它 做做完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 再去做 看資料需不需要 因為這一集好像沒有 下拉師 就是沒有 Listurview等等的 所以應該比較單純一些 裡面大概就是 這些東西 應該沒有更多的 就是這個 這個名稱 不用改 直接上面給一個 叫計算BMI 當然如果你要做成 多國語系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自己再把這個 計算BMI這幾個字 放在那個什麼呢 Values裡面的那個String 以後的話 用連結過來 因為這一題 我們 比較還沒考慮到那邊 第二個就是說 放一個橫向的 因為呢 我左邊 需要放一個 TestView 右邊 需要放一個什麼 Radio Group 這個Radio Group 裡面的話 有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那本來他是縱向的 那你記得把那個 Orientation改成 Holy Rental 有沒有 他就會變成 這個 Group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那名稱的話 恐怕你要改一下 這叫 Male 這個叫 Female OK 兩個嘛 然後記得要放一個 Group 裡面 如果你沒有放一個 Group 像之前有同學 設計的時候 忘了放 Group 他就變成說 變成多選了 本來應該單選的 他變成多選的 然後再一個橫向的 這個一個橫向的 Linear 然後再放左邊是身高 右邊的話是一個 ADTest ADTest的名稱改一下 然後身高體重 最後再放一個Button 然後底下的話 再放一個TestView 這個TestView裡面的話 當然理論上這個TestView裡面 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個元件 不過我覺得一個就好了 不然的話 其實本來應該是這邊放一個Label 這邊放一個TestView 不過我覺得好像這樣麻煩 乾脆講 直接就放一個TestView 然後TestView的 預設值就是 BMI結果 好 那見面佈局完之後的話 再來 這個好像程式碼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你們可以自己在 最好是直接 自己再拉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你看我做很順 大概可能我已經做了超過100次了 可是如果你 沒有那麼順的話 表示你這個 這個練習的時間不夠 所以 真的不會很困難 但是需要練習時間 OK 第一個TestView 你看 沒問題 Layout的部分 沒問題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有關程式部分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你就需要什麼 需要這個地方 當我輸入一個身高 比如說 17 特別注意 這個有問題 上個禮拜的同學有問題 就是輸入的時候 記得不要用鍵盤 不然它會一直給你 變形 剛好打了這個 所以記得打鍵盤 請你打左邊 打左邊的鍵盤 1 上禮拜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175 好了 然後體重的話 因為 手機裡面沒有鍵盤 因為它這個好像 我們在設定模擬器的時候 有設定到連動 所以會有那個 這個問題 體重75 按個計算 結果的話就會出來在底下 糟糕 這個好像 我印象中是 Ctrl鍵加 fc吧 不過這樣變這樣子 縫鍵嗎 縫鍵 你說再按住不要放 再回來一次 對 所以等一下記得 你那個鍵盤不要按 右手邊這邊 左手邊這邊不會有問題 按計算 出來了 那最後當然我有做一個什麼 Decimal Format 有沒有還記得吧 把這個Decimal Format 然後把它Format掉 就留下兩位數字就OK了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要再延伸 就是 這個東西 不要放這邊 而是放另外一個新的 View 然後這個View裡面的話也許就是 放個BMI結果的label 然後底下也是顯示 甚至還有個頻語之類的 OK那這個部分請各位先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再 打開 那我等一下我們再延伸 謝謝你 好 然後 我也很喜歡 然後 我知道